我说的是我现在情况是深奔还是继续创业 我这个是200年疫情的时候 然后我在家不是玩游戏吗 玩CSGO 您也知道吧 师哥 CSGO 然后他们不是有一个 那个皮肤的美化包吗 就是可以带来 就是玩的那个手感吧 然后 他们就有这些需求 然后我就靠这个 你卖这个美化包 然后挣他这一笔钱 然后现在的话 我也在 扩展这些业务 然后每年的话就是 30万到我兜里吧 你做的这些等于是 是合理合法的吗 还是用大个呀 是合理合法 那你交税了吗 肯定交啊 一定要交啊 就是我现在很迷茫 我旁边的人都是 现在上大二的 03年的 他们都是本科 我就在想我现在这个年纪 是继续挣钱 还是 提高提高一下 首先我说一下 你之所以有了 之前没有说在 之前先继续去读这个所谓的本科 或者所谓的去考学 而是先选择了创业 也是因为当时的一个算是无奈或意外之举 对吧 但是因为你现在有了所谓的稳定收入 并且有了那么一点点在你的圈子里所谓的存款 你才开始意识到所谓我要继续晋升 对吗 那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这个里面 你要了解自己哪方面是伪需求 什么叫伪需求 你的心态产生 其实并不是因为你要学习晋升 而是你想要持续的保证你 因为你这个钱可能来的相对 咱不能说容易 但是相对来说 可能他来的没有那么踏实 所以你的心里要产生的是我要学习更多的东西包括可能怎么样 我未来能挣更多的钱或者说我能继续持续持续的去掌控这个财富 我理解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心理你才会因为我有过这样的心理过程 我也在北京当时你知道不觉得攒了点钱了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呀 我 交了一万多的学费然后一年去上了一个私立的大学因为他们说能给我一文定 但是我到那唯一做的一件事情这个学校给我的是什么 谈了个女朋友 老师就见过我开学那第一次和后面的两次就见过我三面后来这一年他没见过我 后来我就其实我还是在做的赚钱就是商业的事情 但我想跟你分享的是什么因为作为过来人我特别的了解我先说一点 我个人对目前传统的教育文凭的这一套我个人不看好 我不看好的原因是什么我说了因为学校里教我的知识 在我到现实当中我想活下去生存或者说我想生活更好的时候 我发现没有一个技能能用得上 文凭对于我来说这么多年在社会上我这只代表个人观点啊 他只是一个相当于是检测报告 你什么学历毕业取决于首先你一定要找到对口的工作这个工作要求你一定要这个检测报告 我才敢用你 但是你目前从事的行业来说 和你未来可能的走向来说大部分人所面临来说 我根本没有用到这个检测报告的那个地儿 说白了我根本不想去能够用到检测报告这个地儿去工作去服务 去打工 每个人都有一个所谓的创业梦都有一个老板心都想追求那个所谓的自由 那你现在的优势是什么你已经赚到了我认为这这可以总结为叫人生的第一桶金 你现在需要真正做的事情说白了你能意识到去读学其实是你想提升自己 第二你可能会有一个心理是因为你跟周围人去比了以后你心里产生了一点点落差 你会觉得别人有我没有这件事我是不是应该补一个这样你会更自信更满足 但如果你的心里是通过以上这两点产生的所以你想问我你到底应该继续学习还是应该在这继续赚钱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踏踏实实好好的赚你的钱 因为你在这方面赚到的钱和你做的事情不是你创造出来的 你只是一个所谓风口或流量的获利者而已 你比较幸运 那么现在你有了这个基础你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如何在你这个基础下要么选择深挖 要么我选择另外一个能够挖到宝的地方 但如何寻找挖到宝如何往下深挖 你要么需要有更好的工具或团队 你要么需要有如何去找到宝贝的知识 那你如何获取这个知识呢我可以告诉你学校教不了你